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民进党中常会经通过关于党对台湾当前金融政策的新论述,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陈景纪会后转述,民进党认为未来台湾的金融发展战略应该从四个面向思考,首先,台湾应该引导国民储蓄投入实体经济,以金融支援民生经济发展, 再者,台湾应该强化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,使金融能普惠社会,第三,台湾应该强化金融监理与金融业公司治理,最后,台湾应该鼓励金融创新,发展金融科技,提升金融竞争力。 陈景纪指出,当前台湾的金融仍存在许多问题及隐忧,凡此种种问题,多可归就于金融监理手段无法防堵新形态的金融犯罪, 不仅造成金融机构的巨额损失,影响村户,保护及投资大众权益,扰乱金融秩序,更影响民众对政府执政效能的信心。 陈景纪指出,这数十年来,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形态产生了重大变化,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各国无不重新思考金融的角色,台湾也必须与时俱进。 陈景纪指出,民进党认为,未来台湾的金融应该在稳固的四个支柱,封控、内控、销保、法尊、上、权力支援实体经济升级, 透过金融体系发展与实体经济成长的双向正面循环,实现民进党金融正义的理想。 陈景纪于结论指出,民进党认为,台湾的金融监理除了与国际标准接轨外,更应强调健全的公司治理,如此一来,才能扫除一再发生的金融地雷,摆脱金融弊案的阴影。 重视金融秩序,才能建立国民对金融体系的信心。 至于12项新论述是否将发展为民进党新决议文,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表示,新论述逐一在中常会提出通过后,是否提出新党纲或新政纲,还没这样的计划。 下一步就为何尊重程序安排。